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说你需要上班的最好建议都跟回铁路源线或者市中心 铁路源线的都有韩国人 台湾人 当然都有香港人 还有不同的移民 当地人都会在那里生活 一定要清楚知道究竟你是想投资还是自用 自用的就视乎你需要住什么地方 你的生活圈子 你的工作的地方 但投资就不一样 投资你要考虑回报 你要考虑升幅 租务 你见多伦多 但由2017年到现在 平均价钱都是稳步上升 主要受惠国家的移民政策 不断有人口增长 有住楼的需求 另一样的 也都是 多伦多起楼起得很慢 因为一路都供应不到足够的楼 所以价钱一路上升 我们见到4月份的数据 相比于3月 楼价平均价跌了4% 但你见到year to year 距离上年2021年的4月份 其实升了15% 因为数据其实一直都很正面 那么主要跌的原因 近期都会听到有加息 加拿大Ontario那边 亦都出了新的 policy 有关于海外买家税 买家就会观望了 所以你见成交的价钱是有点回远 现在譬如你想在多伦多买个单位 其实你们都看看市场有部货给你们买 在GTA 的我们可以看到 Month of Inventory 其实一路平均都大概两个半月以上 而你见到2022年的4月份 Inventory只有1.6个月 其实你都要比较一下 其他城市的Month of Inventory 其实一般的大城市的Month of Inventory 五至八个月 甚至再高都有 其实多伦多的available units 在市场上其实是不多的 什么叫Days on Market 就是说当你买个单位的时候 究竟多少日可以买得出 如果你说在香港 你买个单位 一般说三个月 四个月五个月 但原来加拿大多伦多 你要买个单位 是说中两个星期 4月份的数字是11日 其实对于投资来说 其实这个数字很重要 你不只是买东西 你要套到眼的 因为你需要的时候 它可以很短时间 就可以卖得出你的单位 我们可以看一看到 原来相对于2020年1月 疫情之前 原来整个多伦多的平均升幅 是大概50% 但50%的 你会发现 原来New Market 67.5% Marcom 60% Ophio 51% 主要你会发现 原来你的郊区地方 升幅是跑赢了大市 很明显就是因为 工作从家 大家需要多一点的生活空间 stay在家的时间 久一点 但很有趣一样 我们看看多伦多 一个C01的地区 多伦多C01的地区 是市中心 亚加尔西西面 原来那个升幅 到现在这两年多 只升了15% 是严重的 多伦多的平均的升幅 但有一个很好的问题 亦都可以让你思考一下 就是现在疫情 都… 我不敢说完 但都叫做到尾声 究竟 那些人会不会在周边 开始要上班 而公司也都不会接受 长时间的Web from home 如果你认同的Web from home 是会完的 那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好的timing 去考虑市中心 或者起码容易access到 去市中心的项目 其实现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价钱 真是借渣的价钱 烧我的味道 多伦多的楼 不只是说单一的楼 它有独立屋 有townhouse 有condo 你应该怎么去选择 刚才说了 那个平均升幅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